今天就有我Jaden 来带来看一辆比较特别的车 就是 Kia EV6 目前在国内 Kia 的旗舰电动车 今天特别的不只是车 而且今天有一个 Special Guest 就是 Sean Tan Sean Tan 是一个房产达人嘛 大家是怎样称呼你 因为你的频道又叫 Ehren 这样子 大家都是叫我 Sean 啦 但最近讲中文的都叫我咸淡 比较亲切一点又好吃 为什么会有咸淡这个名字呢 因为很多人不会念 S-E-A-N 就变成 Sean Tan 啊就变成 Sean Tan 这样子 都一样啦 都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也可以到 Ehren 的这个频道来看看 非常专业的这个 Property Review 所以在这个外观啊 Sean Tan 你有什么对他的一些看法这样子 看不出是 EV 啦 第一眼 对 因为它没有那种什么蓝边啊 或者是什么 Fast Pack 的造型 很像跑车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帅气 因为它又是采用这种黑色 是 我跟它很配耶今天 是 我们也是很配耶 我们都是穿黑衣啊 所以有一种黑五湿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它搭配这个车头 真的也是非常的锐利 就看起来很 Garang 这样的感觉 嗯嗯 所以我们走到来车车这边 就是发现它的 Rim 是不是很大 哇 哇 这个很奢侈耶 你第一个想到是不是它的 Maintenance Cost 哇 真的 真的 这个 吃位数 跑不掉 嗯 真的 二十出 但是在 Highway 一定是很爽的 啊 那个等下我们来体验体验一下 嗯 The Road 体验 所以以它这样子的造型哦 是不是有点特别 是 跟那种旧的那种 Hybrid 的车款 真的是 差太远 差太远 而且它没有很刻意去做出它是一个 EV 对 对吗 你看它真的 很标心立意的这个外观 然后 它又很特别 嗯 这个就好像 Property 一样 你在起一间 Terrace House 嗯 以前的可能是尖行的 哦 现在就比较 Square Ship 的 哦 你是说 Category 上啊 啊 它的 Category 上 所以这个是算什么啊 其实 KIA Malaysia 它们称它为 Cross Over 哦 但是其实你这样看哦 它是不是有点 Sedan 有点 Hatchback 有点 SUV 的感觉 你给我 A B C D 选 我一定是选错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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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选不到它 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Categorized 在里面啦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说 它是属于一个 D Segment 左右的这个 这个几句 但是以造型来看真的是 非常的特别 就像你们 Property 一样 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新的 就是那种 New Concept New Concept Totally New Concept 的一个设计 language 所以这样子的造型 其实你在路面上 在其他车款 很难看得到 是 又 Very Futuristic 又 Organic 然后它很多那种 Curved 然后那种刀锋的这种设计 对对对对对 又那种 Sharp Edge 很糗 你看这个尾灯也是 很糗是不是 观传式 有没有一种那种 Austin Martin 这样子的感觉 我不是车的了 不是车 ok 所以想Aston Martin 我没有一个 Reference 但是你也看到它非常的 Detail 既然那种灯组啊 就是一颗一颗非常的颗粒状 像很 3D 的 在网上啊 它的整个造型来讲 就是 哇 好像 Batman 的车 是 Batman 的车 一种 Super Hero 在驾车的感觉 然后你就是超人先断 没先断 哈哈哈 哈哈哈 So Sean 我们上车了 哦 顺便去试个驾 哇哦 So 这个内饰是不是很 标心利益这样的感觉 很赢哦 赢哦 真的是很赢 So 我们去 On The Road Test Drive 一下 好 Let's go Let's go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就有点下雨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可能收音会不是那么的好啦 所以请大家尽量一下子 Sean 单就是真实 所以可能我们今天的声音会稍微有点大声 因为要 cover 掉那个 雨的声音 给大家一个 concept 就是 Sean 单其实是一个 property reviewer 他是非常厉害投资 on 其他方面 可能是手表啊 啊这个 NFT 啊 或者是房产等等 他都非常的 专业吧 所以我想问 Sean 单 你之前是有没有开过 或者是做过任何的电动车 没有叻 So 其实你对这种 Electric Waker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感官这样子 呃为了拍这个影片做了一点功课 然后私底下我们来聊一下 好像是有钱人的玩具耶 他还真的不适合成为你的 Oni Daily Drive Car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你有这个钱的话 你要买一辆车 真的你第一辆车或者是甚至第二辆车 你都不会想起 EV 啦 嗯 因为还是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会比较实际这样子 对 以马来西亚的这个售价来讲要 300 多千 你有很多的选择 在马来西亚充电桩还是不够 是 还是真的不够 你知道 EV 是免税的吗 免税的还这样贵耶 这个是我想不到的地方 因为这个免税就是在它的 cost 啦 所以如果你看其他 petrol 的车的话 比较多是在给税的 可能你讲一台 Mercedes 一台 BM 它卖这 300 多千 可是它的那个 300 多千 已经有 包含税的里面 可能整差不多 30% 20% pay on 那个 tax 啦 而不是在购买那台车的价值 所以好像这台这样子的 EV 哦 你 300 千 你 300 千都是 pay for the car not for the tax to the government 啦 以这样子的 perspective 来讲是比较值得 因为你 300 千 你是 300 千都体验到 300 千应该有的东西 这辆 Kia EV 6 它是 Kia 里面的 flatshift 旗舰 所有的好料都是 经完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你看这种非常高清的 screen 啊 然后有这种 最 direct 的这种风能 通风衣也是有 massage seat 然后 lumbar support 通通都给你了的 嗯 然后 那我懂 Sean 带你也有 下一次嘛 嗯 所以这辆车 其实它是对家庭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没有排气 就是它是 zero emission 的车 因为它是 EV 嘛 嗯 如果你 啊 那种 gas 的车啦 你会嗅到有一种 头晕 有一种 很累这样的感觉 你的 可能起来起来 还是什么都 不是那么的健康啊 嗯 然后这台车 也是采用非常多的这种 环保材料啊 嗯 其实它很多这种 flatshift 它都是采用那种 natural woods 来的 它是 natural 的东西 recycle 的一种 flatshift 就不会带给人体 有一种 嗯 伤害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看到它做也是蛮特别的 它这种 microfiber 整体来讲会让你 做得比较安心 然后这台车其实它也是带有一个 mask的 它的 cabin filter 那个 seat 的空气啊 全部都是 啊 非常健康的一些空气 因为它只有一个 好像 N95 这样的东西 嗯 就在它的那个 filter Aircon filter 那边 其实你对这辆车 有什么看法吗 昨天看到它的 第一个 roadshow 啦 所以就很影啊 很影啊 对对对 在外观上 嗯 然后一点都不像 EV 咯 对 它完全跟以前 我 EV 的概念还是 卡在 hybrid 的那个阶段 就是很丑啊 那个 back 啊 对对对 那个 inside 啊 啊 对对对 那种 fastback 这样的造型 对对对对对 诶 你这样讲又不对哦 你自己的车是这样的造型 不是 是的 我也是难免 就是给你监约的风格 还有你这边你看到 它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button 啊 它很多东西它是使用这种 touch panel 就非常简单 使用的 只是 touch panel 可能有一种坏处 就是当你在驾车的时候啊 你要操作的时候就很难很难找 很难找 因为它很难忙操作的 嗯嗯嗯 所以变成这样子的话 有好有坏 好的时候就是 啊 它非常 fancy 很影响 很多灯光 嗯嗯嗯 然后可能 minimalizer 嘛 就是讲检约风 可是 坏处的时候你很难找啊 我现在看 开这车哦 我要 调冷气 调冷气 我开不到 看不到 啊 所以 有这样子的一个坏处啦 所以在这种雨天的时候 这EV6啊 你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稳 因为它整台车很重 嗯 它有2.06吨 嗯 2 2 2 它这辆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台车是非常的 rigid 非常的 bold 因为它整个造型 整个门把你给它关门的声音 嗯 它很 很 很 但是 它稳得来在这种小路有麻烦 因为就是 刚才我 我们上 parking 那个很难摆啊 嗯 它的view base很长 它的 rim很大 20寸 所以20寸的 rim有好处就是 它在它跑高速很稳 cornering 很好 嗯 但是 它在低速 你在摆完的时候 它的 turning radius 声小 所以你对这种 EV车的 第一个 concept 会是 什么样子 现在来讲是贵啊 贵啊 对 还是那句话贵啦 真的很贵 如果我们来讲 这个没有 tax 300多千来讲 300多千我平时可以买就是那些豪车了 对 它有的配置 甚至是那些 MOS 没有 but 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品牌的管机 品牌定位啦 它当初我买那个 Ioniq 的时候 也是给我的那些 uncle uncle 在那边乱插 乱插 对对对对 你怎么买韩国车买这样贵的韩国车 是 我们马来西亚人 有对韩国车有一种 stereotype 嗯 就是有一种很负面的一个 一个评价 Kia 很多人讲 诶 泡菜车 嗯 为什么我要花一个300千 on 这种 Korean car 到现在为止其实 还是很多人接受不到那个电动车 或者是Hybrid 车的那种概念 他们会讲诶 啊 resell value 不好啊 啊 maintenance cost 那 battery pack 很贵啊 嗯 还有等等种种的原因 啊讲回来我驾了这样久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是 还蛮真的很满意 而且我那个时候买是 pre-owned 嗯 pre-owned 还不到3000 我才买72千 嗯 就是很值得很值得 这样久了那个车的价钱还是这样子 嗯 而且 因为 它没有出了 嗯 突然间 IONIQ 5 卖到很好 很多人在找 IONIQ Hybrid 嗯明白 而且因为它还是比较 practical 蛮可以打油 对对对对 因为它可以打油那样子 是是所以很多人的朋友还在诶 你要不要卖 哦 我就讲 没有啊 怎么要卖 哦每次好笑就打油不懂是放哪里那个油缸 放哪里 因为很省油是吧 真的是很少打油 就是可能你 两个礼拜打一次还是 两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才打一次 嗯 所以 要大家由此可见者的 Hybrid 车 因为 Shantan 是一个蛮经常跑外面的人 对对对我没看物质 你经常要去跑塞 跑看物质这样子 买的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太多它是不是 Hybrid 的 嗯 因为它那个时候物超所知了 对对对 如果现在你看到这辆 EV 因为现在还很新 还很新 我比较担心它的二手架不容是这样的 其实这一点我们也不大清楚 因为这样子的车其实也是刚刚推出吧 对 所以刚刚我去拿车的时候也是看到 哇那种 Wow Factor 还是蛮大的 而且还卖完呢 那个才夸张 所以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想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哇你一眼看过去三百多元 哇 但你过去 Shantan you need to wait for a year to get the car 你知道它的行李箱就是跟你讲的 IONIQ 5 那个 IONIQ 5 也是卖得很好 每个月卖一整 100 台 我觉得它的 acceptance 还是蛮高 你怎样看待 EV 在 Malaysia 的 future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在行 我觉得它会改很多 apartment 跟屋子的设计 就是现在我们在户外要多一个 charger 啊 或者是 apartment 还有一个共同的 charging station 然后有没有弄好的设备给人家装啊 所以这些新的 condo 都要去想的 但是以前不用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新的 condo 跟旧的 condo 就有这个差别咯 然后其实我跟你讲 EV 其实它是一种 lifestyle 你要 charging 的话你要使用那种 AC 快充 它跟你传统家里面的那个 cable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会对那种 developer on 可能在做这个 cable 的时候会做这个充电转 还是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影响 等一下我们让你来体验一下这辆车驾驶感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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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 gear knob 是这样子 转的 然后打 R 然后推一推 转左边 踩一点点油门 然后后面有车 然后后面有车 然后转 Q-Pen 然后转 Q-Pen 压 OK 哇 好有压力喔 三百多千的车 开玩笑 对你来讲应该还好喔 没有没有 卖掉两个手表就可以了 卖掉两个手表就可以了 很奇怪喔 它们的那个音响 我还以为是那个 radio 的声音 假的声音啊 就是跑去做那种 fake sound 就是那种下雨这样的声音 所以 太近了 是吗 它太近了 它给你一种氛围感啊 就是好像如果是天气晴朗 它有点鸟叫声的 刚才我们下午驾的时候 哇 它真的很有力耶 哇 非常有力耶 EV车 它完全都不像 哇 它的 reactive 你一得干下去 它就来了 对对对对 很 direct 喔 很爽耶 是很爽的 因为这辆车 它是算一个蛮大的电池 它有 77kW OK 其实无论是大电池 小电池 都好 大车 小车 贵车 便宜车 其实 它都是非常快的反应 因为电动车 它没有那个牙响 它没有 engine 它不需要去 cash in 它不需要好像我们的那些 NA 车 或者是 turbo 车 然后那个 ref 下去 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有那个 gear 啊 那个 ratio 啊 来跟它合作 它只有一个 battery 嗯 so battery 的话 就我们叫做 instant torque 啦 OK 就是立即的马力 所以这辆车 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动力输出 它是有 325 PS 然后有 605 Nm 它的加速表现 0-100 是 5.7 秒而已 所以这样子的表现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快啦 肯定好像你一得干 哇那个沥水 源源不绝啊 就是无声无息当中但是又很有力的 我们家可能可能跑车很有力 但是它有那种声音 碰碰碰碰碰碰那种声音 有些人就是追求那种声音嘛 不是吗 看个人吧 就是你要体验一下这种也是不错嘛 是吗 它有很多不同的什么 iconic sound 啊 让你加速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声音啊 所以这样子的声音来讲真的是会营造出一种不同的氛围感 跟你在加一些可能这个 engine 车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都是很贵的车很厉害跑 但是整体的那种感觉真是很不一样 这辆车叻它其实开起来哦 它跟一般的燃油车很像的 它不会很chock 因为有其实很多电动车哦 它就是太有力 它有力到很chock 就是贴背那种 control 所以你那种车的话很难 control 而且乘客不舒服 所以这样子这辆EV6 其实它在这个 control 到其实蛮好 虽然它快 但是它快到顺 快到比较 refine 不用紧 你可以try that suspension 很舒服 所以这辆EV6 当你要慢慢驾的时候 它又可以慢慢驾的 你可以很顺非常优雅的去 慢慢开它 是很sensitive 它有一种很gentleman的感觉 因为它电啊 它就真的是会来了 你可以加一点点油门 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讲的有权的玩具是对的 因为很好玩 很好玩是很好玩 尤其是 like a first time 对对对对 现在对我来讲很粗逼耶 我坐在你那边的时候还蛮有点闷 是有点闷很近 就舒服舒服这样 你驾的时候就很好玩 啊驾的时候 因为它的加速表现真的是很快啊 所以我们软油车加快哦 我们有一种声音 你知道它快 那这辆车你不知道它快 嗯 是很危险一下 你烂油软其实都很快啊 是 你不知道你在跑多快啊 如果你不看那个speedometer的话 是我一直在讲speedometer 是是是是 你不看的话其实你也不懂你在跑这多快 因为它很稳 它mvh又做得很好 因为电动车它的mvh一定要做得很好 嗯 mvh是它的隔音 啊隔音 就是如果电动车隔音做到不好哦 它路面噪音很明显 enjin车我们听到enjin声 有那种声音盖掉了 嗯 但是eV车没有enjin没有声音可以盖 哦 所以这就是 啊 一个成语就是 退超过后知道谁在挪泳 所以你这样加下来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 有耶 有耶 我叫我岳父的豪车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不讲话 你看 很安静 嗯 完全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而且上波都没有什么问题耶 没有压力 有压力 对 你一踏就是走 因为eV车根本就是no brainer的 嗯 你不需要好像有什么pedal shifter 你要进牙 你要manual mode sport mode 不需要 也好玩耶 哇你们这个是你们的工作 真的是好玩一下呢 如果你是每天做同样的东西的话 就好像你review property 可能我们看到那间家 很好玩 诶很特别很新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东西 嗯 今天你是过来看到有不同的东西 每个工作有不同的perspective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这个series就是 让不同领域的这个 啊 YouTuber KOL 来体验我们的这个工作 然后我们也是 就是非常感谢邀请到shantan 啊来我们的频道这边 来体验这个KIA EV6 哇讲真的这个我跟人家讲 哎我来试车试EV6的时候 每个人都 哇说你懂那辆车真的是要等很久 真的很难拿到的 是是是是是 其实我不问你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以为你会对hybrid 有一种热爱 很深爱的热爱还是很 有一种study在那边 我觉得是碰巧 啊我觉得你是碰巧 因为我觉得你的啊 知道就是很有reason的 你做一个东西你买一个东西 是有一个很wise的reason在那边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本身的financial management 或者是你的property investment等等 都是很客观很专业的一个角度去选择 除了车 发现那辆车也是对的其实 因为它很大意的嘛 啊对 所以我是financial来讲 因为我那个时候拿loan 也是拿三年五年罢了的 因为因为始终来讲 超过十万我在车很难下手耶 很难下手啊 真的很难下手耶 所以有很多人就看这个 哎呀 Sean 以后也是嫁回VIO 说这是买V的啦 而且我也是不介意的 but突然间我 这个应该是买了第二时间property 过后会买的车吧 哈哈哈 差不多差不多 你也差不多达成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很久 还有很久啊 Pinted 有一个便宜版本的 Corna EV 它有一个百五千左右买得到 可能你可以当作它是一个玩具 嗯 but again 它会看 因为刚才你讲的就是很真实 就是我需要很多条件 嗯 来驾这辆车 就是我的charging station在哪里啊 对对对 驾有没有啊 对对对 然后我真的是紧急要去看side的时候啊 那对 你要去 这辆车没有电啊 是你要烦它没有电 你要烦它 诶我的车可以不可以跑到那个目的地这样子 嗯嗯嗯 这个是一个考量的一个 是如果我是今天驾车出去吃早餐就ok了 是是是 ok我们试驾回来了 so it's time for sean to take 3 on 3 非常熟悉的一个台词 so yeah 你的3 on 3是 是往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第一它是外观啊 外观第一 就不像我们之前看的那种insight啊 那种toyota的那种 prios啊 就是一个hatchback的那种感觉 这个完全从外形上 真是很赢 对 我第二来讲 该试驾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是这样responsive的 对 电动车就是instant torque 对对对 很responsive 很快 跟hybrid还有一个差别 对真的是差很远一下 然后第三就是它的 它的回头率很高 太高了这样子 是每个人都是一直在路边 一直在看我们这样什么车 对对对真的是太赢了 but 三个不好我就觉得 现在的设施还没有很充足 对 那个你的公寓上要去adjust 你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charger 这个要去想的 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价钱 嗯 我本身是下不了手了 可能二手了 二手有人要卖以后可以找我 哈哈哈 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的targo audience 对对对 然后第三来讲 EV还是很新的这个concept 所以fresh market 整个三年后五年后的那个场景是怎样啊 二手价钱会是怎样啊 maintainance会是会不会便宜一点啊 不清楚 如果我有多余的钱我会不会买一辆EV 还蛮忧郁的 因为这个跟跑车有一点差不多了 差不多感觉 但是又是另外一种different的体验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跑车的话可能你是很enjoy他的那种 engine 声音那种非常酷炫的外观 但这个他走的风格又很不同了啊 对 对对他整个路线真的是different world 真的是完全不同世界的 对啊 好像就讲回来了 他当初讲的就是好像是有钱人的玩具 该出了 Shan Tan 的频道的话,大家也是知道 Shan Tan 是一个非常会理财的人 这样其实你对车辆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觉得 practicality 最重要 跟 reliability 我要用到它去哪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都可以把你安全,把你非常安稳的送到那个目的地 因为我之前的那辆车 我驾到250,000km 了 所以我以前从 JB, KL 一个礼拜两三次这样 所以那个 reliability 跟 practicality comfort 来讲,可能我有钱的时候就会追求了 我要到达目的地先 才是你最核心的那个 factor 购买一辆车 而且那个车还好笑就是 驾了这样久,价钱还是有的 还是有人马上要拿 是是是 resale value 还是有在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 uncle 一点 不然我觉得 不要这样讲 你不 uncle 我理财完了 钱投资完了 还有多余的钱才来玩的东西 肯定肯定 一辆车的 brand 一辆车的 model 会不会影响你的一个 career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看个人的那一种信心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从名车出来 你比较有自信的话 你需要的话 我是赞同的 反正都是可以报销 那个 text 的嘛 对 对我来讲,我就是驾回我那辆车 虽然每次去 get valley car park的时候有点尴尬 人家以为我是要找路的 boss mall parking parking 都是很奇怪 我下次我要 get a valley park 对我来讲 我park得起 valley 就好啦 然后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的打扮 特别的 比较名牌的话 因为我觉得我有信心 对我的知识有信心 在这个 expenses 方面 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 financial freedom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 financial management 这样子 大部分时间都在想怎么样 impress 其他人 然后我驾什么样的车 是为了给人家看 曾经合适会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做打算 因为就是好像我买二手车 就是我用我妈妈的旧车啊 而且那种紫色又很丑啊 然后有时候我去VIP event 那个VIP都不要做我的车 我载你去不用紧 我可以搭 Uber very good 随便你 but 对我来讲不用紧的 因为现在我 以后孩子要给补习费啊 哪一份钱啊 都不会是他们给的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去追求 怎么样去impress他人 而牺牲了自己的DSR 那些鞋也是我要买这个 最 practical 的 boots 这种雨水也好 烂泥也好 慢慢一下就好 如果你花一个三千五千块 你很喜欢 OK 你就是去 baby 他 去真的是要去照顾他的话 我觉得太 我个人追求成绩 这个年纪二十三到二十八是拿来冲的 我不要太多 commitment 我 flexibility 应该是第一 所以你是每个月都不用还 credit card 车贷不用还 每个月收入就是纯拿来花的 那个才叫自由 那个才真正达成有钱人 对我不用去为银行继续打工 哇哦 是不是 哈哈哈 观众们是不是有学到 我的 humble opinion 哈哈哈 所以 大家其实可以到这个 他的频道去看看 其实他分享到很多一些 理财方面 property 方面的一些 非常专业的一些观点 所以我今天也是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能够 邀请你来到我们这个 automagic 的频道 和我们一起说车 也分享到一些 我不知道的一些 knowledge 所以 所以真的是非常高兴 你能够来到我们的频道 也谢谢你们欢迎我 这太好玩了 这个是你们的工作而已 我可以多来嘛 哈哈哈 可以可以肯定可以 我找property 也是一定来找你了的 所以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也订阅他的频道 大家可以去多多去观看他的频道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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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